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图悠悠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集合研究 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虐药 轻薅素和双清清薅素 在我看来图悠悠获得这个奖项实至名归 因为我们都知道图悠悠的发明主要是从轻薅中提取轻薅素来治疗瘧疾 瘧疾一度在人类历史上被称为不可治理的顽疾 但是自打人类提取了这个轻薅素之后 我们看瘧疾已经在很多的大陆已经销声匿迹了 这确实要归功于图悠悠这么多年来一个辛勤的努力 他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成果 除了对图悠悠本人表示祝贺之外 我觉得还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第一点图悠悠获得的这个奖项 85岁高龄了 我们过去中国人一直在探讨中国的科学家 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的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些奖项 大家似乎有些着急 那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一次图悠悠获奖 大家会觉得确实 如果你的科学研究 切切实实的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这个成为很多人的福音 那恐怕获奖是或迟或早都会发生的事情 第二一点 因为它是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 有点像中药提取植物中的这个原液的这种方式 那我们一直以来啊 中药走向国际化的步伐都缓慢 我们一直说中药走向国际化的时候 不像西方的这个西药一样 可定量 好像很难国际化 但是我们看这一次诺贝尔奖竟然把重要的奖项 给了中国科学家关于中西医结合的中药的提取的 这样的一个颁奖 这会极大的推动中药走向国际化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重磅环节 十一长假到今天已经过了一半多了 据国家旅游局的数据啊 十一期间呢 中国出净油市场比上年同期大增超过三成 其中日本成为了这个假期 国人出净油的首选目的地 与之心情对比的是 香港在这个黄金周似乎被内地游客冷遇了 零售业销售进一步走弱 据中国国家旅游局4号发布消息称 今年国庆假期 日本 韩国 泰国等周边国家出净油市场表现火爆 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显示 前四天除香港外的出净油市场 同比增长36.6% 根据旅游网站协程网的数据 国庆假期十大出净油目的地 分别为日本 韩国 泰国 港澳 台湾 美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尔代夫和意大利 日本排名首度超越韩国 泰国 出净人数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在十一黄金周首日 大批中国游客涌入日本购物的照片 便在社交网络上刷屏 有人在微博上发了一组中国旅游者 在日本各大商场抢购的图片 配上文字 金素已拿下 球业园已拿下 色谷已拿下 池袋已拿下 这组图片被不少网站 以中国旅游购物者全面攻陷日本的标题 争相转载 与此同时相较于日本 原本内地居民出净油的首选目的地香港 今年十一的旅游热度 却与网年相比有所下降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忠表示 十一黄金周首天 内地防港旅行团下跌约23%至289% 零售消费和酒店预订方面也未见畅旺 虽然入境旅客人次上升 但相信不少是过境或不过夜旅客 另有业者预估 整个十一黄金周香港酒店入住率 或将低于以往平均的九成 房价也比去年下跌一至两成 他指出 香港不再是内地人的首选旅游地 原因包括早前的反水货客运动 以及汇率吸引 签证放宽等 促使内地人转往日本欧洲等地旅游 先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红林先生 近年我国民众赴日本出境游是持续火爆 那么在这个十一黄金周 日本排名是超过了韩国和泰国 成为了出境游目的地之首 那么红林您认为近年 我们中国游客青睐日本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泰国 事实上都是中国周边的国家 那么一直以来呢都是大陆游客 那么出境游的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去向 那么相比较而言呢 这几个国家旅游的过程中呢 应该说泰国韩国的这个费用相对是低一点 那么尤其是过去这些年 新马泰那么基本上成了很多大陆人 那么出境旅游的 那么首选的这个线路 因此呢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那么应该说相当一部分游客 那么在出境旅游的过程中 事实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像泰国或者韩国 往往都是已经他们去过的地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相对更发达的日本 那么成了他们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 再加上过去这几年 事实上日本政府 包括日本相关这种旅游机构 在吸引中国人到日本旅游方面 也是下足了功夫 因此像这一次的国庆长假期间 到日本旅游的大陆游客 应该说一下子就跃居到了第一位 那么这一点应该说那么并不奇怪 尽管福日旅游持续火爆啊 但是我们注意到呢 在网上很多的网民把去日本旅游 和不爱国是画上了等号 认为呢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 就是要抵制热祸 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把这样的一个隆重的纪念活动 和抵制日货 那么联系起来 那么未免太过于狭隘一些 因为毕竟呢我们说 那么这个日本政府那么他不进行反思 那么和日本社会的民众 那么应该说没有关系 或者说关系不大 一定要把到日本去旅游 包括购物等等 那么和这个抵制日货 包括爱不爱国联系在一起 那么这样一个想法 本身是一个比较滑稽这个行为 如果你要真的这么去想的话 连日本都根本不用去 当然了就是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说那么在今天 就日本政府在二战认识上 包括像魏安夫啊南京大屠杀等等 那么有一些问题上 那么他在抹杀历史 那么这一点呢 不仅是中国在反对 事实上国际社会的很多国家也在反对 那么具体到每一个老百姓来讲 那么只要坚持这样的立场 坚持这样的认识就可以 但是呢通过民间 比如说中日两国人民之间那种交流 通过人民来促动日本政府 对他们形成压力 促动他们改变自己的这种言行 应该说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 好的谢谢红林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阿富汗 自从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之后啊 阿富汗平民遭美军误炸误伤 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了 如今呢误炸事件恐再添一桩 国际医疗救援组织 无国界医生 位于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创伤中心 当地时间3号凌晨 遭到了一次美军的空袭轰炸 这日截稿时已造成了22人死亡 37人受伤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现场大火熊熊惨不忍睹 而美军所谓附带损伤的托词 目前已经难平众怒 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军事宣伤 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军事宣伤 这带着非常明显的名称 有很多指示 这些军事宣伤被军事宣伤 在阿富汗之间 什么事宣伤 一船上了 几种方式 四至五次 在医院 每次 非常精彩 在医院的历史上 有很多影响 在医院的历史上 有很多影响 在医院的历史上 无国界医生组织发表声明说 当地时间3号凌晨20时10分开始 该医疗机构在连续轰炸中 被多次击中 严重受损 当时医院内有大约105名病人 及护理人员 还有超过80名外籍和当地的 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 目前已确认12名员工和10名病人 在轰炸中丧生 其中包括3名儿童 另有37人受伤 比多人失踪 一名医院的护士 回忆现场的情况时表示 我无法形容里面 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场景 有多可怕 在重症监护室 6名患者躺在床上 被活活烧死 空袭事件发生后 诸瓦美军承认 事发期间 战机在医院附近 执行空袭任务 可能造成了附带损害 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坤都市警方发言人则表示 由于一群武装分子 藏逆在这所医疗机构内 安全部队因此 对其进行了定点打击 而无国界医生组织方面表示 虽然预袭的创伤中心 离昆都市的冲突地区不远 但是该医院附近 并没有武装人员 无国界医生主席梅尼尼古拉 严厉谴责这起空袭令人发指 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 尼古拉不仅要求 主拉联军就这起事件 做出全面和透明解释 还要求举行独立调查 以确保最高透明度和问责度 对于美军给出的 所谓附带损害的说辞 无国界医生组织方面 更是表示不接受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三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这起空袭事件 呼吁对袭击进行公正彻底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扎伊德拉德侯赛因说 轰炸医院是不容辩解的行为 可能等同于战争罪 同一天 奥巴马在白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代表美国公民 对无国界医生预袭惨案中 死伤的一务工作者及平民 表示深切哀悼 他说 美国国防部已经对空袭展开调查 并将在调查结果出炉后 进行最终形态 新闻话题呢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清林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杨阳 就这话题 今天我们在台北演播室 邀请到的是 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辑 郑基文先生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张永华先生 老婆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杨兄 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国际医疗救援组织 所谓的无国界医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其实它成立在197年12月的21号 先前是因为 奈及利亚的种族屠杀事件 造成森林涂炭 所以由法国的前外长 叫库西内 库西内他号召成立 所以在1971年的12月21号 他成立以后 他的总部就设在瑞士 那他的志工人员 大概有三万六千多人 全球各地有很多的医生去加入 然后分遍于60多个国家 但是他们去到这些国家 是因为他有灾荒 有兵变 有内乱 甚至于是因为 这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条件 都有问题 那无国界组织的医生 才会过去 所以从您的介绍看来 基本上这个无国界医生 是一个在国际上 相当有影响力的 一个人道救援组织 那么乌杰医生 也曾多次向阿富汗 和美国的军方方面 去说明说 他们位于阿富汗 昆都市的创伤中心机构 所在位置 就是为了避免 在双方交火中遭到轰炸 而医院在遭到轰炸的时候 医院方已经多次 紧急的致电美方 要求停止 却没有起到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这个真正的原因 还有待调查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反应 觉得很吊诡 就是吴国界医生 已经宣称 他向相关的交障 这就是我的吴国界医生 在工作的危机 对 特别阿富汗 这个军方或者美军 其实都通知我在这个地方 但是为什么还遭到轰炸 那我认为联军的理由 很可能是 他的这个很多地区 其实被恐怖分子 拿来做利用 不管是掩藏 他的这个武装人员 掩藏他的这个军火 埋藏军火等等 极可能是这个状况 那造成了 包括阿富汗政府或美军 该冒这种大部份 比如说这种大龟的杀伤以后 在国际上他的宣传 对于联军的负面效果 其实非常的明显 那他宁愿冒这个风险 继续对这个攻击 我认为其实联军方面 其实绝对是有他不得不为之的理由 当然最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还有待一个公正的第三方 对这个事件的造成原因 进行完整的调查 我觉得才能拟清事实的真相 美国军方面声称空袭 是为了打击躲藏在大楼中的武装分子 但是吴国界医生在4号的声明中 却强调说 在美军发动空袭之前 该组织没有收到任何 关于创伤中心内发生冲突的报告 尤尔兄这个又怎么看 吴国界组织在这个地方 美军知不知道 联军知不知道 知道 那知道为什么他要攻击 因为各位去看 吴国界组织的医院都很简陋 他能够窝藏多少武装恐怖分子 不可能啊 他说过去曾经也有美军误炸 红十字的救护车 为什么 他说很多武装分子 有的时候就是运用红十字的标志 然后再运兵员 那这一些美军都能够轰炸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抗议声不大 他们也晓得恐怖分子是运用救护车 但是这是一个定点的机构 定点的机构 它不是个移动的目标 既然不是移动的目标 你就不能够用误炸 突然袭击啊等等那些 况且他炸的地方 刚刚好都是类似外壳手术创伤中心的地方 所以就是换句话说 他们认为美军这一次 极有可能不是误炸 而是说是不是因为情报错误 而造成了突然的空袭 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 所以他们希望美国能够针对这一部分 你提出解释 我是一个固定的目标 不是一个移动的目标 你误炸突然袭击 无论任何原因你都说不过去嘛 所以两位都是资深的军事记者 这个金文兄像目前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 也许美国为首的这种联军 误炸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 当然其实战争里面充满各种风险 误炸误急 在这个战争里面其实都很多 我们翻开历史 从1991年海湾战争第一次 到阿富汗到伊拉克战争等等 其实美军这种误炸真的是很多 不只是误炸友军 就是自己的美军 那也有误炸联军 比如说英军或其他友军 那更何况就是像一些高科技武器 比如说爱国者飞弹 那之前不只把美国自己的飞机打下来 也把可能北约什么英国的龙卷风 多次有这种案例 我必须说战场的讯息瞬息万变 有情报的错误 可能也有技术上 以我识别的错误等等 也因此这种误急误炸事件 是屡见不险 而且许多还引发一些国际纠纷 当然因为科技的进步 这种误炸的几率 其实就目前来讲 科技的越来越降低 但是这种情报上的错误 或这些情报人员的研判的失误 那经常还是导致这种 无可挽回的悲剧 其实自始至终 如果按照情报来做研判 来进行这个作业 其实自始至终整个作业 即便是衍生出这种错误 其实就军事角度来讲 军事专家的认为 他认为我都是按照情报作业来做 也因此即使误急误炸 这还是情报系统的问题 对第一性作业人员来讲 他还是按照指管通行的交代 去执行任务 在您看来这些惨剧中美方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当然美方无可避免他有责任要负 最严重的就是对于像医院这样的设施实施轰炸 难怪联合国相关人士说他有战争罪行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免就是这个提到 美军过去十几年来这种惨剧 拿势只是在阿富汗 包括伊拉克 包括巴基斯坦等国 特别是大量运用无人供给机来进行这种 这个高密度的猎杀恐怖组织 造成很多的平民伤亡 造成大量的这个平民死伤 但是你有看到哪个美军或他的指挥官 真的受到谴责 还是受到法办 那我认为就是美国过去以来 就是反恐越反越恐 恐怖分子越来越多 那伊斯兰国大量兴起 所以就是从这一次这个不幸的事件 我们在反思 就是美国在全世界大量用兵 特别是他随行所谓高科技 这个攻击任务的这个同时 他后续的一些不管情报 或其他广泛的指款通缉系统 你还是不免会产生很多失误 像这次这个案例 因此他要如何罪行日后的反恐 密度要不要那么高 情报的踏阵要不要更严谨 我觉得这是美军需要严格审视三十的问题 所以尽管以往美军在世界各地执行所谓的这个反恐 或者其他战争任务的时候 这个误诈的行为可以说是庆祝难输 但是往往都是最后不了了之 但这次吴国界一生是世界上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道聚人组织 我们看到联合国也含有的说出了重话 那这次美军靠以往的这种闪烁其词浮衍 是不是能够就把这个事情这样交代过去呢 我想全世界都在看 好 谢谢两位的分享点评 我们把时间交换到辅助理演博士 谢谢台北演博士 好 接下来进入盘盘食品热点快评环节 随着丹东一号身份确认为致远见 这也意味着为期两年的丹东港沉船水下调查阶段结束了 进入考古发掘阶段 昨天呢水下考古队正式启动水下发掘工作 目前已有一些文物陆续出水 比如说发现了一枚印章 上面刻有云中白鹤四个字 专家认为这枚印章疑似邓士昌的私人物品 另外专家还发现 带有致远舰剑灰的盘子 格林炮 悬窗级多种的私人物品 其实自今年8月初考古工作开始以来 就已经打捞出共60余种100多件的文物 清朝末年在中日甲午海战前 致远舰和北洋舰队曾一道 在维护我国领海和地区稳定方面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1894年9月17号的甲午黄海海战中 由广东籍舰长邓士昌指挥的致远舰 在战斗中试图撞击敌舰 最终不幸重担沉没 舰上250余名官兵训国 致远舰官兵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团结奋战 誓死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 可以说我们发掘的不仅是致远舰 更是不沉的民族魂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条 美国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 日前宣布指控华裔商人化工专家 黄熙文窃取商业机密 代理联邦检察官称 黄熙文学成后 曾在几家为美国政府军方和私营企业研发技术的 政府机构和企业工作 期间窃取大量商业机密并带回中国 为他本人和其他人牟利 不过黄熙文的律师说 美国政府对黄熙文的描述有误导性且不完整 对他的多项指控存在争议 而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黄熙文犯罪的证据有两个 证据一是黄熙文十几年前 在申请赴美留学时表示 希望学到先进技术后回国报效祖国 而美方认定他窃取商业机密的犯罪动机是 帮助中国政府 而证据二则是他学成归国后写了一篇文章 检方将其翻译为《圆梦之旅》 文章写道 过去16年来我一直梦想回到中国 去实现我的报复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 我在美国国家研究机构 和世界最大的化学企业工作过 也在美国的一些小公司工作过 我的目标是学习消化积累 并为实现梦想做准备 因此近两年来我开始计划和安排 最终于今年回到中国 开始我自己的圆梦之旅 这就是美国检方认定黄西文 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 有时甚至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笑 我们注意到呢 美方一些机构针对部分少数族裔 特别是与中国有关联人员的 所谓窃密经济间谍罪等指控 日渐增多了 这些指控经常是戴着有色眼镜 进行有罪推定的结果 希望美国检方能够尊重事实 不要捕风捉影的营造出一种 情报威胁网络攻击等的虚拟情景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10月2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在网上一口气公布了 8400多张 类似阿波罗登月计划高清照片 1969年7月20号至21号 阿波罗11号飞船 首次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理想 此后美国又相继6次发射阿波罗号飞船 其中5次成功 总共有12名航天员登上了月球 此次美国航天局公布的 8400多张照片 不只是最知名的阿波罗11号登月照片 而且涵盖了从阿波罗7号开始的 所有登月任务 这些照片均由几架随飞船上天的 哈苏相机所拍摄 经过处理之后 照片像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陨坑的细节 宇航员皮肤的毛孔 推进器 还有登月舱上的斑点 都一一清晰可见 在过去几十年里 质疑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阴谋论 一直很盛行 不过这次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急于公布的8400张的登月高清照 总能说明情况了吧 俄罗斯密集对伊斯兰国据点展开空袭 批评美国光说不恋 发尘空袭没执行 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夺 俄罗斯大举出兵将导致极端组织实力加强 美俄在叙利亚战场上的行动 究竟谁更有成效 俄罗斯一段空袭视频引发军民热议 一枚炸弹在远离十字准星的位置爆炸 这能否得出俄军武器过后的结论呢 两岸时视频连红林正继闻有独家的观察 不要走开 我们回来 再次继续关注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由 判判视频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 韩夏新干线 我是杨阳 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 据中心网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于当地时间4号发布消息称 俄空军在叙利亚拉卡省动用数架苏34战机 使用KAB500制导炸弹 对伊斯兰国特种训练中心 以及中心内的武器库进行了空袭 武器库发生联魂爆炸之后 这个恐怖分子训练中心的基础设施被炸毁 另有苏24M战机对叙利亚伊德利普省境内 八个伊斯兰国组织的据点进行了空袭 摧毁了三处武器弹药库 俄罗斯国防部认为俄空军的密集空袭战果颇风 一天内对伊斯兰国12处的据点实施了18次的空袭 与此同时 俄方也批评欧美在叙利亚光说不练 俄罗斯杜马及议会下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阿列克谢普什科夫成 美国主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在假装空袭 只有20%的空袭有结果 80%的行动根本没有真正执行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返回了营地 而针对俄罗斯空袭 伊斯兰国据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 俄罗斯大举出兵 叙利亚将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俄空袭行动只会适得其反 将加强伊斯兰国组织的实力 但奥巴马强调 美俄不会在叙利亚陷入代理人战争 西方鱼顿场也有不同的声音 德国总理默克尔着重强调 应对数以十万计的难民 涌入欧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默克尔说 多年来我们都清楚 只有与俄罗斯合作才会有解决的方案 而不是跟俄罗斯作对 好的 新闻话题 我们再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红林 以及台北演播室亚太防务总编 郑基文先生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是仅在2号这一天 俄空军就对伊斯兰国 12处据点实施了18次的空袭 那么郑先生 您觉得这样的打击力度如何 是否能够撑得上频密 以这样的密度环珠这个战区联军 之前对伊斯兰国攻击来看 其实并非强度特别的高 尤其我注意到 俄罗斯空军这一波对伊斯兰国的攻击 其实主要还是以传统的轰炸为主 这些战轰机攻击机 它搭载的武器 还是以无制导这种传统 自由落体式炸弹为主 其实并没有动用比较靠科技 这种制导型的武器 而且其实俄罗斯空军这次动用 不管是苏3-4 苏2-4 或者苏2-15 都是属于载弹量比较大的 这个战空机或攻击机 但是从视频上显示 这些飞机其实带着 这个弹药的数量通常不是太多 也因此 我认为其实俄罗斯空军 它的整个攻击频率 不管动用的武器 或者这个打击的强度来讲 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限度的 那么我们注意到 俄罗斯以及前苏联之前 对一些地区的军事介入 都是采用地面进攻的一种手段 那么这次针对伊斯兰国 是首次采用了大规模的空袭手段 那这是为什么 反映了俄罗斯军事战略 怎样的一种变化呢 郑先生 其实俄罗斯这次主要用动用空军军力来支援巴萨尔政权 主要就是在实施军事干预的同时 让自己参与战事能够有效局限在一定范围里面 而不至于如果派出地面部队 极可能陷入这个叙利亚内战的尼闹里面 这是俄罗斯积极要避免 而且目前它的国力是无法依应相关的作战的 也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讲最好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动用它的航空兵力 对伊斯兰国这些目标实施攻击 那它除了起到了这个俄罗斯军事干预中东事务的 最大地缘政治的作用 另外对于叙利亚现在的政府而言 也无疑是提供一个相对比较保险而有效的军事辅助打击 这对现实状况以及俄罗斯能够发挥的影响 特别是军事干预部分 无疑是一个比较均衡经过精心策划的一个行动 俄罗斯实施空袭的同时 他们也批评美国的主导空袭是虚晃一枪 只有两成的空袭有结果 80%的行动是没有真正执行的 那么是否有可能存在俄罗斯说的这种情况呢 宏林 我觉得俄罗斯对于美国就是过去一年 在叙利亚对极端组织这种打击 所做的这个评价相对是比较客观的 因为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美国牵头的这个反恐联盟 对于伊斯兰国等等极端组织这种打击 应该说它是不利的 那么最主要一点就是说 没有地面部队等配合 当然了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所发动的这样的一个空袭 不管是从次数频次等等 事实上来讲说实话有一点走过场的意思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整整一年多过去了 那么有数据统计 就是美国飞机出动那种架次 事实上就2000多架次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们可以多撤一个大致的判断 就是说美国对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这种打击 那么一开始应该说是比较密集的 但是到最后应该说是每天出动的飞机架次越来越少 而且从打击效果上来讲 应该说也是乏善可陈 因此俄罗斯方面说的这个说法 应该说有一点点刻薄 但是距离事情的这种真实性 应该说并不远 对于俄罗斯的空袭 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 俄罗斯大举出兵叙利亚 或许会导致伊斯兰国实力加强 红林您怎么看奥巴马的这个警告 事实上奥巴马并没有对俄罗斯 这样的一个空中袭击 进行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 更多的是出于美国的政治立场 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评价 那么俄罗斯从9月30号开始 对伊斯兰国等集团组织进行轰炸 我们看到那么俄罗斯官方所公布的数据来讲 应该说俄罗斯这几天 那么飞机出动的架次 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从地面打击的效果来讲 那么它是有一些数据作为支撑的 那么这些效果还是积极的 只不过美国可能未必认为 俄罗斯打击的是极端恐怖分子 那么有可能把美国支持的 像叙利亚的反对派等等 那么也纳入进来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和美国 俄罗斯对于在叙利亚境内活动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恐怖分子 什么样的人是极端分子 双方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有一些国际社会认可的这个恐怖分子 那么在美国那里 事实上他们是不认为是这样的 因此呢可能会出现就是俄罗斯打击的 俄罗斯认定的恐怖分子 但是在美国那里 恰巧他认为是一个反对派 因此呢现在奥巴马的牙根 可能有一点点恨得痒痒的 好的谢谢二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收看潘潘视频 独家剧名播出的东南卫视 喊下新干线 我们带您接着讨论俄在叙利亚空袭的话题 在目前已经抵达叙利亚的俄空军力量当中啊 苏30SM承担叙利亚上空的制空权确保和争夺 而苏34苏24战斗轰炸机 苏25攻击机则承担着对地面目标的打击 另外呢 俄罗斯还在叙利亚部署了10架空中加油机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目前公布了一段轰炸的视频 一枚炸弹在远离镜头十字准心的位置爆炸 这引发了不少军迷的关注 认为呢 俄军的武器落后 至此呢 我们再来请教北京的红林 以及台北演播室的郑吉文先生 这次俄罗斯派出的苏34 苏24和苏25这些战机啊 性能水平怎么样 俄罗斯的武器真的如网友认为的那样落后吗 甚至连目标都瞄不准吗 其实俄罗斯空军等于把它现役主要的武器 都用在这次叙利亚的军事干预里面 当然像苏24苏25是 这个前苏联时代就 这个问世的这个战风机或攻击机 它本身在东东许多国家也使用 等于是说这个地区 各国比较常用的一些航空兵力 但是在苏34和苏30SM 就是俄罗斯空军目前最新一代的飞机 但是我个人认为像苏30SM 用在这个地方提供制空的掩护 可以说杀机用牛刀 毕竟俄罗斯空军攻击的伊斯兰国 或这个巴萨尔政权这些反抗军 其实没有什么像样的空军 可以对俄罗斯的飞机构成空中的威胁 俄罗斯这次动用空中武力 除了载台 新旧穿插 它动用的武器还是比较有限度的 这让它在整个战费的支出上 能够获得比较有限的控制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军事前国 那么俄罗斯所制造的这些武器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应该说销售的都不错 它有它的优势 就是性价比 包括这种结实的程度 皮身的程度等等 那么很受一些国家的这种欢迎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俄制的武器是有它的市场的 包括在实战效果上来讲 那么也是有很多它的优势 像这一次俄罗斯出动的 那么不管是苏34啊 苏24这些飞机来讲 应该说不仅在虚大的战场上得到检验 在其他的地方也得到检验 那么效果显然不是军迷 那么在纸上谈兵所说的这样 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方面 所公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距离这个十字准星 很远的地方爆炸 应该说呢 俄罗斯人也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一点 因为在叙利亚的战场上 对于恐怖分子的这种打击 那么有一些目标 那么需要精确的打击 定点的这种清除 但是呢 有一些目标实际上来讲偏的一些 也并无大碍 那么像从军迷的角度来讲 那么美制的武器 显然精度准度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我们知道 那么让美国人非常难堪 脸上挂不住的一点 就是几天前 我们看到是美军的这个 应该说 那么打击目标 那么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偏离 就是把吴国家医生组织 他的一家医院 那么给轰炸了 而且呢 当地事实上也像 那么美军提前进行了一个通报 而且沟通的时间并不短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又如何去解释呢 因此我们看到 有一些人事实上比较尖酸的在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十字准星 存在与否并不代表 那么俄制或者说美制的武器 谁去先进 可能更多的一个准星 应该在内心的良心里 那么如果说这个良心摆不正 或者事情本身就没有出于 公正的目的去做的话 那么恐怕再先进的武器 也会造成故障 欢迎各位回到 拍摆视频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 10月3号迎来了 结婚23周年的纪念 白宫的社交主页上 发布了两张 奥巴马与夫人米歇尔年轻时期 近年甜蜜相拥的照片 丽政两人经历了23个寒暑 仍然是恩爱如希 奥巴马当日也发贴文 上传她与太太头靠头的甜蜜照片 并写道 23年后关系如希 未来日子还多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奥巴马夫妇 23年婚姻历程中的浪漫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